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6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有些朋友的名字拼得不转的时候,您千万多答待 同时感谢所有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尝试着说说战场形势的三个变化的动向 一,如果翻开战争地图不难发现 昨天到今天,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平民目标的抛击力度 乌军反攻这几天打得是有声有色 俄军愤怒且无计可视 于是就抽刀向平民们的脑袋砍去 看看今天的太史图整个就是狂轰烂炸 另外,俄罗斯导弹袭击后 克里夫仪地区的一个乌克兰油料库发生了大火 这个油库在端巴斯地区 俄军宣传机构说 这个油库周围可能有几十台乌军军用车辆 俄军的借口是张嘴就来 战时补充油料,会像和平时期一样 开着自己的小汽车去加油站排队吗 肯定是油罐车一辆一辆给车辆送油 不可能聚集在一起等你俄军来引爆啊 俄军还说,这几十台乌军车辆爆炸后 说不定是赫尔松反击的拐点 那我们是真的笑了 从断巴斯到赫尔松,好歹还有几百公里 断巴斯的爆炸变成赫尔松的拐点 这地理课也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第二,乌军看来是体了心 要让地孽不合又安的俄军 没吃的没弹药没油料了 从9月5日晚到6日早上 辛卡霍夫卡地区遭到来自 尼古拉耶夫地区的乌军火箭弹袭击 发射的火箭弹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据当地辛卡霍夫卡委政府代表称 数小时至少有70枚导弹向辛卡霍夫卡领土 和卡霍夫卡水电站发射 看来乌军正是下了血本 一枚M31GMLIS价格可是16万美元 70枚可就是1000多万美元没了 迄今为止 这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对赫尔松卡霍夫卡地区的最大一次袭击 不过就算没下这样的赌注 为了围困地涅薄荷幼岸的1.5到3万俄军 那还是值得的 这个是安东诺夫斯基乔被精确命中的画面 乌军参谋部经过计算认为 这些俄军每天至少需要1400段各种积阳 但眼下的情况包括福桥卵都等在内 俄军充其量给地涅薄荷西安的俄军送去900至1000段积阳 即便乌军停止目前的进攻挖嚎巨手 那这只大鹅也会一天一天瘦下去 最后不知道地 但乌军可能收手吗 不能啊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人拍摄到的视频 表明乌军正在将更多的重型装备 包括波兰谢氏155毫米大口径自行火炮投入到该站去 谢氏设程是25到35公里 足以从目前乌军占领的地方打击新卡霍夫卡地区和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 继续阻断俄军补给运输 据说这批谢氏坦克几天前刚从波兰方面转移到乌克兰 之后几乎全数被送往赫尔松地区 看来俄军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 第三 不知道为什么 西方国家给乌克兰的各型武器总是恰到好处的卡住俄军的脖子 眼下又有一个例子 自从AGM-88哈姆反雷达导弹进入乌克兰以来 俄军的防空雷达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迅速摧毁 眼下俄罗斯陆军的防空能力几乎全部消失 而空天军则更加的百落 今天出现的网上的一个视频 一个俄军的9K317沙猫局M2防空系统被乌克兰击毁 很有可能就是哈姆导弹干的 但是由于画面上爆炸范围太广泛 也有可能不是哈姆干的 而是其他火力打的 但总而言之 这确实意味着俄军防空力量一点一点被消融 就好像阳光下的冰块一样 一些专业军事观察家认为 俄军防空系统现在只敢间歇开机 即便如此也依然能被哈姆锁定 超音速飞行的哈姆 根本不容俄军防空系统逃脱 几分钟内就能将其摧毁 因此我们昨天的视频中就报道 曾被俄军宣扬以牢牢夺下乌克兰制空权 所有能飞的乌克兰飞行员都已经死了的乌克兰空军 竟然能在24小时中出动30架次对俄罗斯地面目标加以攻击 显然是因为俄军已经没有什么防空火力了 而作为乌空军的同行 俄空天军却看着地面上的兄弟被争成了熟俄而无动于衷继续摆拉 回到前面的话题 被许多中文居于网内的军事博主们嘲笑为一天天烂下去的所谓的西方世界国家 似乎有一种超能力 就是每次出手都恰好把俄罗斯的某种能力给彻底封印住 在2月24日前 美国坚信战争会爆发 于是和英国一起紧急援助乌克兰大量弹兵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 成功让十路突军的俄军装甲纵队陷在乌克兰的黑泥里动弹不得 让乌克兰农民大叔捡了便宜 4月中旬美国情报机构确认那艘大船是莫斯科号 于是后者就被乌军打沉 随后丹麦等国援助乌克兰鱼叉反舰导弹 俄黑海舰队是迅速退出黑海西北面 再然后是M777进入战场 俄军炮兵优势不再明显 虽然数量是乌军炮兵的十倍 但创造出在一个渡口击毁三个B7机的近百辆坦克和步兵战车的战绩的却是乌军炮兵 再然后海马斯也到了乌克兰 7月初还喧嚇无比的俄军忽然就像颈部以下高位截坛一样被炸到生活不能自理 至今空有20万大军却无力进攻 最后就是这哈姆反雷达导弹了 他一到乌克兰 俄空天军成了空头支票 雄风不在 当然本来也不怎么强 而网传早就被摧毁30多次的乌空军却原地满血复活 倘若无人的在乌克兰的天空自由翱翔 说到这里 我们是真的怕下次西方再给乌克兰什么神秘武器 那样的话估计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战况系列视频也要打烊了 9月5日 俄军继续集中兵力想在断裂此刻取得推荐 完成克里姆连宫下达的9月15日之前 完全占领断裂此刻的命令 俄罗斯军队还想在赫尔松 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维持被占领的领土 但他们的能力已经满足不了想法 在整条接触线均没有取得进展 在过去24小时里 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和平民目标 发射了20枚导弹和超过22次空袭 尤其是哈尔科夫州 俄罗斯军队利用白俄罗斯领土 发动导弹袭击 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俄军不顾平民的伤亡 多次对接触线附近的定居点发动炮击 造成大量民用设施被摧毁 俄乌战场最近一段时间的焦点 仍是在赫尔松地区 尽管俄罗斯军队已经看不到这场战争的希望 他们还要听从克里姆连宫的错误决断 继续挣扎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不给他们留下太多的机会了 也不知道乌军的炮兵现在怎么那么多的炮弹 只要发现俄军战地有动静 就会进行密集炮击 现在俄罗斯军队又使出了他们的惯用伎俩 禁止当地老百姓离开战区 享用平民给他们做肉断 在蒂尼伯和西安的乌克兰老百姓 被俄罗斯军队禁止离开 如果有人违反他们的禁令 侵略者就会对他们进行开火威胁 乌克兰武装部队南部战区新闻中心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战尼茨克州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皮斯基 由于俄罗斯军队在进攻的时候 战亡士兵太多 受天气的影响 很多尸体就会发生腐烂 俄罗斯军队为了能够把他们的士兵尸体运走 要求乌克兰军队停火两个小时 以便他们可以把战亡士兵尸体收走 这是在俄乌战争中第一次出现俄军要求停火 充分说明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的损失十分惨重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 咱们稍后再会